哎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讲WiFi当作这个 Stayson 这个Stayson模式 首先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Stayson所以先用这个WiFi 首先包含这个WiFi.h 第二步的话就 连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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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连接你的路由器 路由器里连接之后 它会查一个状态 你是否连上了 如果脸上它会打WiFi 不然它一直在在查你的状态 看一直有没有脸上 然后再把你的IP打出来 如果你脸上了 它会把你的IP打出来 然后的话server begin server begin就是 嗯看server啥东西 我们看server是这个WiFi server 是一个stalkit 相当于创建了一个stalkit的server 那我们在这里看 stalkit 首先我们先看的呃 这个 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传着80嘛 80的话 就是端口号 你创建一个服务 然后端口是80 80 那我们再看的begin函数干嘛 你 begin的话 大家可以看 它肯定是绑定 先绑定一个 就是stockit 绑定一个server stopper这个 这个就是socket的编程嘛 先创建一个socket 先创建一个socket 然后把这个socket 绑定一个东西 绑定这个 这个处置化 就绑定 它这用的是 lwip的一个移植的东西 然后 然后进行监听 他就开始监听了 监听的话 监听是否就是 然后就去监听看 是否有靠电链接吗 你好 如果 开启联阶之后 他就会 他就会用通过这个available 就查你的状态 监听之后 监听之后他应该还向下面跑 然后再接受接受连接 就available 他要接受这个连接 他会阻塞在这里 那里监听的时候 他不会阻塞 而是到这个接受的时候 他才会 他才会 他才会去阻塞 阻塞 这个是socket 涉及到socket的编程 如果你这个 有 有连接的话 他这个client 他就立马返回了 他又有 有一个client用户连上 就返回了 返回的话 他就在这 他就一盘 有client连接 然后打这个 然后的话 他就会 通过 他就会查现查这个client的状态 client就是这个嘛 client的 client的 然后 他是连接的 他client的在连接状态的话 他就会查这个client是否有数据 然后再调这个client的readread 他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如果有来个数据 他读来个时候 来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打出来嘛 他用串锅打出来 如果他接受到-n的话 他就会用client的这个函数 用client的这个println 把你的这个消息 再反馈到你的 这个 反馈给用户 就是client 他 你只会接受到-n -r-n -n就是0a 16斤 这个0a 嗯 然后 他在判断这个东西嘛 他就判断这个商线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字符串嘛 定一个字符串 然后把每个数据都拼上来 拼上来之后 他看看你你的结结束 是不是这样结束的 如果是这样 他就会把这个灯点亮 如果是这个结束的话 他就会把灯那个弄灭 大概他就这个意思 这些那个碰的小协议呗 然后就把灯灭了 灭掉 然后的话 他就把这个坑呢 就关掉了 然后再打出一个 那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先把烧进去 我刚才已经把它烧进去了 烧进去之后 我再重启一下吧 重启一下 大家可以从头观察 欢迎啊 重启这个模块 他再连接这个 连接我的路由器 然后他连上连上 他的ip是188.101 那我其实可以 还可以通过这个看 我还不看了 他就是这个 然后端号是80 直接连接啊 看啊 连接下的这个连上了 连上之后 我先发abcdefg啊 没有 我要不要用手进去发送 先发这个啊 他收到了 收到这个之后 他还没有返回 你只有收到0a的时候 我 어제 0a就是- 0a就-n 他就他才会把这个 关掉 出现-n的时候 他才会 嗯 breạow 就是不是从这个well里面break出来 然后就会把你靠端干掉 好发杠人 收尽制发动 0a 看一眼啊 发送 刚才没发动出去 0d0a 对他发出去之后 你看他他就把它断掉 然后我这也关闭了然后他又发出来遗传这些数据 如果你是你如果你是 tcp 不是那个htcp解析的话这里就可以OK 然后他这个就就就被断开了对不对 断开的话那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你再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嗯 怎么创建server 创建server其实很简单 首先定一个server 定一个server类 server实力 然后的话他就 开启server 当然你肯定要是连接服务器上连上的开启吗 你连接上六六七码 然后这 给接受连接 判定是否接受连接 是否有客户端 连接 然后他就这个判断这客户端是否有数据吗 是否 上发数据 然后 他就可以读数据吗 读的话就是用这个 读数据吗 读数据吗 读取 口端 口端发过来的数据 随后 他要 关闭链接 关闭链接 就是这个 对 对啊现在他当了一个 当了一次 这个 server 那我们咱要让他当一次 clean 当clean的更好玩 clean的 就 选这个clean的 他就要连接 他就要连接一个 首先连上还连上服务器 然后的话 再定一个clad 然后连接这个host 跟http port 他再 他再去连这个 他先连接 67 然后再连接你的这个 host host 就是这个 说果音的一个公网IP 这个还是我们 经常用的那个东西 我 我先登上我们的公网 我先登上我们的果音的服务器 果音服务器就是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目标客户眼睛啊现在有很多在可能是别的模块在测试 先把这个轻松 好 首先的话那个我看一下这个8266 对我们的这个 端口数是8266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们端口是不是8266 应该是8266 这个没啥问题我先直接下载了 826是8266 看下载下载完之后 这里肯定他首先会打出 先连接这个 连接这个录务器 现在你接入录务器之后 你就可以 连接公网跟这个公网 进行数据交互 公网标准发给l1点 你如果收到这个字符上就来一样你立马把你灯点亮 这个就是真正的我们实现了 这个真正发挥的你的很大的这个这个东西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 先等一下还没下载完应该 那我们先看一看他这想干啥 路付 他先连连接看是不是连接上了没连接的话 没连接上的话直接返回了 连接上的话他就会发一些 嗯 Kinder printer嘛 就把这些这些东西发上来 他在判断这个有没有 这个服务器有没有给他发数据 如果5秒之内没发数据 你就timeout 就断开连接 如果有数据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 数据接出来 然后 再把这个数据打出来 上来他先连上国民服务器 他连上之后他就会把它断掉 close嘛 到这他就close 我看为啥也close啊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我先看着果音这里 对啊 他他这一直 收到数据 就是这个这个数据 就是 这个模块 下发的 但是我要看一下他这个为什么 close啊 他先发 他先发 他现在反正一直在连 断 说明timeout一直在台猫的吗 先看是不是台猫的 也没有台猫的 就把他打出来 就把他打出来 对啊 大约 没有数据 下发的 可能这个时间太短了 应该 看这上面有没有 太猫的 不用这个 用自己的穿过住 烂码了 对啊 那 我用 可能是 啊 这是果音把它关掉了 你连接以后发发完数据 然后果音就把你断了 断的话 我们 自己开一个server 端口号叫做 这个server好像不好用 这是果音自己把它断了 果音主动把它断掉了 这个如果他这个被断掉 可能这个跳出来吗 你发个东西不上来之后果音就把你这个断了 可能这个是close吗 close的话 我看一下close connection 好这个他下发的 这个他下发的 这个东西肯定是果音吧管点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就连这个 我们也连一下果音的这个服务器啊 39 39 106 106 163 29 8266 连接 对 连接上 你先登录 然后给你发 发abcd 会发abcd 断的话这个只要没了abcd 好像不会断哟 会带他们看看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读住后没有减聚这个 读住后没有减聚这个 我们可以上面做一下 或者重聚这个 OK 嗯 好 不 这 我们好 都没了 误会 非常 那么 closing connects 这个不会break 还会收到的数据 是这个应该这个潮死了 潮死 但是这也没打出来 先发数据过去 然后果云把这个数据发回来 没掉这个stop 那这个先这样吧 这个现在我之后再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我自动断开 行 那这个先到这 先到这 我们说哪来看一下 那我们client也是这样 client的话 先创建一个client 创建一个client 然后的话 连接 公网ip 连接服务 那然后的话 这个就是 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发数据给服务器 发数据到服务器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查数据 查询 查询是否有数据 可读 然后的话 下面就是读嘛 其实read.ntill一直读到这里 用别的函数也行 读 读 读自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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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s ook dats 这个问题解决了 数据交汇解决了 时间也解决了 那我们这节目先这样 最后我们收下AP 我们再收下AP